最近 徐家印可以说大出风头 恒大汽车一口气发布了六款汽车 同时 恒大物业准备分析上市 徐家印如今可以获得成功 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刘暖雄了 2018年过年 徐家印特意去香港拜访刘暖雄 徐家印还把自己的好朋友马云一起带去 把马云介绍给刘暖雄认识 刘暖雄现在也是恒大第二道股东 同时 这次恒大物业拆分上市 刘暖雄的妻子甘比也投资了45亿 当年恒大上市也是刘暖雄支持的 当时恒大资金出现困难 郑玉彤 刘暖雄等人一起联手 注资5亿美元给恒大 可以说 刘暖雄是徐家印最大的靠山 刘暖雄是徐家印最大的靠山 那么刘暖雄最大的靠山是谁呢 刘暖雄可以从一个风扇厂的老板 发展成为香港的五大富豪 其实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郑玉彤 可以说 郑玉彤就是刘暖雄最大的靠山 2016年 郑玉彤去世 当时刘暖雄自己也是重病 不过她还是不顾自己重病 还是去给郑玉彤送行了 其实当时刘暖雄已经重病快要去世了 她同时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糖尿病 更肾衰竭 最严重的时候 刘暖雄差不多两天不患肾 就坚持不了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刘暖雄还是去给郑玉彤送行 说明郑玉彤对于刘暖雄来说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 刘暖雄曾经说过 如果没有郑玉彤 就没有自己后来的成就 刘暖雄出生于1951年 今年是69岁 郑玉彤是出生于1925年 两个人其实相差了26岁 刘暖雄的年纪 其实比郑玉彤的儿子郑家纯还小 郑玉彤对于刘暖雄来说 不仅仅是好朋友 更是一个商业前辈 郑玉彤对刘暖雄的影响 不仅仅是在做生意方面 还有在做人方面 许多人都知道 刘暖雄可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 他曾经在古史上得罪了不少人 包括了香港著名富豪 李福赵家族 李赵基 家道理等等 刘暖雄不把这些人放在眼中 却偏偏佩服郑玉彤 这也说明了郑玉彤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郑玉彤家族的财富 其实也是被大大低估的 郑玉彤是香港的珠宝大王 跟地产大王 郑玉彤有一个外号 名叫沙胆铜 意思是说 郑玉彤的胆子特别大 投资眼光非常准确 许多人都知道 郑玉彤是靠着岳父周志源起家的 因为朱大福珠宝是周志源创办的 不过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正确 朱大福珠宝是周志源创办的没错 不过却是郑玉彤发扬光大的 郑玉彤在中国单单是珠宝店 就拥有几千家 一年可以获得数十亿的利润 另外 郑玉彤还有地产大王之称 广州第一高楼 周大福中心 跟天津第一高楼周大福中心 都是郑玉彤的资产 单单是这两栋大楼 价值就超过了百亿 这两栋大楼高度就超过了500米 另外 郑玉彤还在武汉 投资了周大福中心 这栋大楼目前还在建设中 这些仅仅是郑玉彤 私下一部分的资产 郑玉彤控制了数家上市公司 最重要的就是周大福 跟新世界两家公司 郑玉彤跟李嘉诚 李肇基起名 不过因为郑玉彤比较低调 很多人并不熟悉他 事实上很多人不知道 即使是何欧生的澳伯公司 也有郑玉彤的股份 另外 郑玉彤还控制了澳门的电力 跟水务生意 郑玉彤小时候 父亲也是一个商人 在广州经营绸缎生意 后来广州战乱 郑玉彤的父亲 就把郑玉彤送到澳门 寄养在自己的好朋友 周志源家中 当时周志源在澳门 经营了一家周大福珠宝店 其实郑玉彤不知道 父亲早就和周志源 定下了娃娃金 周志源为了考验郑玉彤 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郑玉彤很快就成为了 周志源店里的学徒 郑玉彤跟其他学徒一样 每天都非常辛苦地工作跟学习 郑玉彤为人聪明 很快就学会了一手打尽的好手艺 后来周志源才把 只父为婚的事情告诉郑玉彤 并且把自己的女儿 周翠英嫁给了郑玉彤 后来很多人都知道 郑玉彤继承了岳父的周大福 许多人肯定是以为周志源没有儿子 所以才把周大福留给了郑玉彤 事实上 周志源不仅仅有儿子 还有好几个儿子 不过周志源看好郑玉彤 于是就让郑玉彤当了掌柜 郑玉彤真正控制周大福 是后来她发家之后 自己花钱买下岳父的全部股份 这才完全控制了周大福 岳父一家也因为郑玉彤 而跟着发了大财 四十年代 郑玉彤把周大福开到了香港 当时香港金铺行当非常发达 李兆基 冯锦熙等人 这个时候都在香港经营金铺 郑玉彤把现代公司的管理制度 引入金铺 改变了传统的师徒模式 这才让周大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后来郑玉彤又推出了999足金的模式 这大大改变了中国的黄金行业 那个时候金铺行业水非常深 很多人都以假乱针 郑玉彤首推足金模式 获得了市场的热捧 后来也被整个行业效仿 周大福很快开变了香港 五十年代之后 郑玉彤靠着珠宝赚到了第一桶金 随后开始进入了地产行业 六十年代香港地产大跌 郑玉彤趁机抄底 这让郑玉彤大赚了一笔 1972年 郑玉彤带领新世界上市 同年 李嘉诚的长江 过得顺的新鸡红等公司一起上市 后来香港人就把他们称为地产五虎将 同时 郑玉彤还计划去澳门跟何鸿燊争夺赌牌 后来何鸿燊跟郑玉彤信心相惜 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 郑玉彤就入股了何鸿燊的澳博公司 成为了公司的第三大股东 郑玉彤后来又收购了澳博的电力公司 跟自来水公司 除了地产跟珠宝外 郑玉彤还进入了百货 舰机等等领域 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90年代的时候 郑玉彤也跟着李嘉诚等人一起 被誉为香港四大富豪 郑玉彤曾经说过 自己没有李嘉诚那么努力 李嘉诚天天全世界飞 自己几乎很少离开香港 2016年 郑玉彤在香港去世 引起了全香港的震动 可以说郑玉彤也是华商中的一个传奇人物 接下来我们来说 郑玉彤离开流浪熊找到新靠山 他曾和荣祖儿传绯闻 家世显客 分手后的郑玉彤 并没有传闻中的那么难过 在从流浪熊那里 获得了超过20亿的分手费之后 郑玉彤带着一儿一女 过起了平淡临近的生活 最近疫情期间 他也是积极通过城跑健身 来增强抵抗力 还会把自己跑步的照片 发到社交平台上 看起来生活过得十分惬意 即使是和流浪熊分手后 郑玉彤光凭着巨额分手费 也能过着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生活 更何况他没有选择按兵不动 而是把巨额分手费当作自己的本金 自己在投资市场上继续赚钱投资 为此还经常举办慈善活动 整个人也一直跟上流社会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 光靠屡立军一个人 就能获得如今的成就 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实屡立军的幕后军师 正是曾经追求过他的刘振宏 刘振宏 在香港的金融圈跟娱乐圈 都很有存在感 在金融圈有存在感 是因为他毕业于哈佛 在投资理财方面眼光独辣 而且人脉很广 金融圈的很多投资人 都称他为大眼Jeff 意在形容他投资很准 经常能看到市场的风向 此外 他的父辈来头也很大 他的父亲 是李昭基旗下公司的一个高层 可以说是金融家族了 而他在娱乐圈的存在感 就要提到他纠缠过的女明星了 虽然刘振宏在娱乐圈眼光很好 但很可惜 他看女人的眼光并不准 他追求过的女明星 虽然很多 但成功的很少 据了解 刘振宏当时在哈佛读书的时候 认识了叶璇 并追求了他很久 后来两个人因为异地分手 直到后来他也回到了香港 才又重新对叶璇展开追求 此外 他与钟立琦 荣祖儿都传过绯闻 不过双方也都没有承认的意思 特别是在他给荣祖儿 做投资顾问的时候 对荣祖儿可以称得上是穷追不舍 但荣祖儿最后也没有答应他 而他和吕立军 也是认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了 最开始的时候 他也追求过吕立军 但是被吕立军拒绝了 后来吕立军分手以后 他在私下经常帮助吕立军 做投资慈善方面的事情 而这也是吕立军在分手以后 生活上还能过得很滋润的 一个前提保证 如今又重新单身的吕立军 会不会和刘振宏究情复燃呢 刘振宏虽然目前没有刘兰雄有实力 但自己的投资帝国 也可以说在香港很有分量了 与刘兰雄现任妻子 干比的斗争长达好几年 虽然吕立军看似失败了 但拥有了这么多资产 还能在民流圈如鱼得水的他 生活也是非常潇洒 有懂事的儿女在身边 又能经常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做慈善 过得可能还要比干比舒服很多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